東方不敗 張青芳跟宋學人 15年的婚姻畫上了句點 兩個人彼此深愛的對方 花著很多的努力 希望可以讓彼此都過得很開心 但是花了15年的時間 只換來一句話 沒有辦法克服彼此的差異性 差異性到底是什麼 昨天大概是這個時候 一個這個聲明 發到各個這個傳播媒體 大家真的是嚇壞了你知道嗎 政經各界 為什麼 張青芳東方不敗 嫁到香港的宋學人 這個投資教父 15年來生了兩個兒子 而且每次出來就是非常的恩愛 豪宅一棟一棟的買 什麼禮物一棟的買 遊艇也買了 什麼都買了 什麼幸福的事情 圓滿的事情都發生在他身上 結果他15年之後 無預計的說他離婚了 毫無前兆 有前兆嗎 而且他們2015年 搬回來台灣之後 現在住得也很好 每次出來喝下午茶 一副這個貴婦模樣 小孩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 從美國回來再出來台灣 全家在一起很幸福 沒有一個好友閨蜜 看得出來說他婚姻有問題 昨天傍晚這支聲明來了 大家真的覺得是真的嗎 是真的 因為這是他親筆寫的 透過賴芳玉律師 張青芳自己寫的 他說他自己寫 因為他說企業界 還有演藝圈都在傳 有人要寫獨家了 那我乾脆自己寫好了 你看看 我們因為無法克服雙方的差異性 好奇怪 十五年都沒辦法克服 好 終於不忍了 朋友就說他終於不忍了 決定離婚了 我們嘗試努力過 可是沒有辦法解決 去年就協議離婚 你看沒有人看得出來 沒有一個好朋友看得出來 今年選擇在孩子放暑假的時候 完成法律程序 那暑假就是這個時候 就是最近要去辦法律程序 好 將來雖然不是夫妻 但是我們依然是孩子的父母 孩子不會因為我們離婚 而失去一方的愛 最後他要講 對我們而言 這不是好的消息 但是對我們而言 是最好的決定 東方無敗 這十五年來 當然他常常在講說 我是夫管爺 大家覺得說東方無敗 一個這樣那麼霸氣的女生 夫管爺的十五年 那你熬過來了 對不對 熬到現在什麼都有了 老公也讓你出來開演唱會 你要幹嘛就幹嘛 做什麼都做什麼 你說我們這是最好的決定 年姐他怎麼會花了十五年 才發現說我們個性不合 這十五年他到底怎麼過的 其實因為他之前是遠嫁在香港 其實他結婚的時候 很多人都說下嫁 高攀了 他說我告訴你們 我嫁的不是豪門 我嫁的是好門 而且這好門的條件是怎麼樣 是因為我自己跟他非常的匹配 就他們的地位是匹配 匹配的 我是東方不敗 他是投資教父 我們是匹配的 所以他很有自信 很霸氣 所以我不是下嫁 也不是高攀 我們是平等的一個結婚 可是你知道嗎 在香港那樣其實他有講 說其實我們來看一下 他曾經有講過 他的節奏列出來 所有人也都嚇了一跳 因為張青芳以前 是睡到中午之後才會起來 因為歌星 你要進錄音間要幹嘛 就是這個撐婚顛倒 而且他中午醒來之後 是他決定要做什麼 不是別人決定他做什麼 我要跟誰喝下午茶 我要跟誰開會 誰過來開會什麼之類的 甚至說不是 他有跟他講 早上六點半起床 哪一個明星六點半起床 他要起床 為什麼 陪老公跟小孩吃飯 他要準備早點 十一點開始 安排這個叫貨訂水果 交代秘書 安排餐會 每一天家裡都要驗客 這豪門 到下午的時候 才跟朋友短暫喝下午茶 這個也不是他愛去喝 這叫固定 貴婦要做的交際跟應酬 然後四點 小孩子下課了 下課之後 因為要送去送財藝運動課 媽媽要趕到學校去接 接了之後 趕緊 小孩上課 我趕緊回來 因為要趕快準備 晚上又有貴賓要來了 晚上要驗客應酬 要準備那些 您的餐具要擺好 菜要弄好 要不然客人來沒弄好 老公會生氣 直到媽媽 到晚上十一點 早上六點到六點半起來 到晚上十一點 準備上場睡覺 而且他就講 這個時候 老公小孩都睡著之後 有一點點我個人私人時間 我會想要小酌一杯 東方不敗 十五年來 過了這樣子 夫管妍的生活 到晚上十一點以後 才有一點點小小私人時間 所以很多朋友 昨天看到這個消息之後就說 像葉愛玲她就哭了 她說她終於不忍了 你知道嗎 以她的個性 是一個很外放 很瀟灑 然後當年這樣子叱咤風雲 到那邊學做貴婦 而且在香港那個地方 貴婦圈是非常的現實跟勢力的 她要學做貴婦這麼久 她也忍了 她也做了 孩子也生了 當然 我跟你講 生第一個兒子的時候 四千五百萬的遊艇 老公就送來了 很大方吧 生第二個兒子的時候 一棟豪宅就送來了 所以老公對她非常非常好 可是你知道嗎 她有講 我有個心願 我想要再付出開演唱會 為什麼 因為她當年沒有上過小巨蛋唱歌 而且習影這麼久 她其實那個歌影 一直都控制不住 可是不敢講 為什麼 中學人是一個很嚴謹的個性 也就是她覺得說 嫁進來就是 嫁機隨機 嫁狗隨狗 我們這個當然就是個豪門 就是要低調 而且企業界這麼多人在看 如果說我們家的太太 在出去抛頭露臉 以為我們家出了什麼事情 對不對 一定是這樣的聯想 所以不准 一直都是不准 有一次她就跟她講說 我真的非常想 就是說試一次看看好了 老公禁不住她一再講 就說好 所以她2010跟2015 有開了兩次演唱會 結果你知道嗎 這次她開演唱會的時候 那一次好巧不巧 老公還盲腸炎發炎 還坐輪椅來看她演唱會 所以恩愛 怎麼會不恩愛 大家看了眼裡就覺得 而且聽說看完之後又住院了 看到中途不舒服 又送回去醫院 而且你知道嗎 她在住院住了二十幾天 那時候張青芳有講 她在醫院 不是 她在這個小區在彩排的時候 老公電話來 說我非常害怕 因為等一下要換藥 我很害怕 她就說跟醫院講 等我二十分鐘 現在不要給她換藥 我二十分鐘內趕到醫院 才可以換藥 所以演唱會現場趕到醫院去 彩排的時候就趕過去 所以你知道嗎 他們兩個人感情是很好的 她護著她 她寵著她 哪裡不好了 年姐妳剛剛講的這些過程 感覺是個好媽媽 好太太 而且兩個非常非常恩愛 那到底是什麼樣的差異性 其實我是覺得她剛剛講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她的真心話 因為沒有辦法克服的差異性 所以這個差異性 從十五年前都存在到現在 尤其你知道 二零一五年 張青芳不是搬回來台灣了嗎 以前在香港可以講說 我朋友都不在身邊 我就乖乖待在家裡 做金絲雀也好 做好媽媽也好 做好太太也好 可是搬回來台灣之後 朋友是不是隨時我就可以看得到 所以他的時間 會被朋友佔據蠻多的 應酬也多了 然後各種的邀約 可能各種演唱會 尋回什麼 會假 年紀我聽說他們個性差異很大 一個是很拘謹 就是送學人是很拘謹 但是張青芳是很大喇喇的 所以包括連小孩的教育 比如說這個小孩 他會盤腿 或者是吃飯是以晚就口 可是張青芳就覺得 這沒有什麼 因為我也會 兩個好像從觀念上 就會有一些差異 所以就是說 從包括各種的生活習慣 包括教育小孩 有講 張青芳講過一句話 我覺得是一個關鍵 他說在很多方面 是我以前當歌手的經驗 所無法克服的 這個還不只在教育小孩 這可能包括他們 其他應酬 各方面 或是說代人土事結務 或是他們在跟其他豪門相處 跟企業相處的時候 他所會面臨到的 因為他也要跟其他的貴婦比較 他也要跟其他豪門做比較 那是我當歌手的時候的經驗 所無法克服的 我覺得這也是障礙之一 再加上搬回來台灣 這四 五年來 中間當然也發生了很多的事情 再加上說小孩 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 也留在台灣 所以他們可能 家裡的人在一起的時間 或是說他們很多問題 就會浮出台面來 以前可能覺得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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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忍下去 現在回來台灣很多問題 出來了 浮出來了 那我就去面對 就去解決 所以他說 我其實是做了一個 最好的決定而已 其實我覺得東光不敗 他也非常瀟灑 因為做這個決定非常困難 很勇敢 做這個決定 也給大家另外一個示範 好 其中宋學人 他到底有什麼樣的資金 之前有個新聞講到說 宋學人他左右的身價 大概是15億元 15億元聽起來已經非常的驚人 但是郭董他說15億 太小看他了 如果說15億美金還差不多 他身家到底如何 簡單的說 以宋學人先生身為投資級的 一個教父 我簡單的說 20多年前我剛出道的時候 宋學人先生單單去完成了 台積電的上市案 那時候他的身價40億台幣 然後後面他到香港去之後 進入了私募基金這一塊 進入了投資銀行這一塊 其實張清芳 清芳姐 對他有非常大的一個幫助 因為很多人都說 不管是大陸的市場 香港的市場 新加坡的市場 馬來西亞的市場 張清芳幫他穩住了大後方 大後方是什麼叫大後方 當男人在前面 衝鋒陷陣的過程當中 女生你各位去想 每天他要帶著司機 帶著用人 去市場上找出最好的伊比利豬 最好的和牛 最好的紅酒 今天晚上來的客人 可能是亞洲的客人 可能是阿拉伯的客人 可能是美國的客人 每個客人想要吃什麼 都要幫他打點得好好的 這個叫做投資銀行的生活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所謂的CG上面 張清芳他說什麼 他說他會在我們每個 去過的一個城市 幫我準備一間房子 我們其實仔細看過 其實市場上很多人都猜過 宋學仁先生他們夫妻 北京有房子 大陸有房子 香港有房子 台北的豪宅更是一堆 我們從一件事情當中就可以看到 很多人都知道說清芳姐 清芳姐其實很愛住人 我之前有看過她幫助很多 那種小朋友的一個案子 可是有時候女星 總是比較大啦啦的 她曾經掉過一個戒指 那個戒指可能很多人會說 掉一個戒指就380萬 可是對這些所謂的 投資銀行家來說 那個真的是小菜 而且那好像是定情賺 對 那個戒指掉了 然後後面有買所謂的遊艇 但是我們可以說 其實有投資的眼光 到哪邊去都一樣 我們來看 之前今年5月份的過程當中 市場上才傳出說 買下了聯合大雨 我們來看 那個聯合大雨是一個 非常棒的地方 就在今天最有題材性的 大巨蛋的旁邊 對面就是台北轉運站 然後鄰居有誰 包括了蔡宏圖先生 國泰集團的蔡宏圖先生等等 很多人都在那邊買房子 然後大家都在想說 他們是不是小朋友大了 未來結婚 可能說大家可以分開來住 結果想不到 是這次離婚的一個當中 非常重要的一個前兆 他們買房子通通是現金 絕對都是現金買 我們再來看 外雙溪那個房子 是他們平常在住的 那個房子是謝東敏 前顧總統的一個顧居 那間房子3億元買下來 那個地方其實環境它非常非常好 可是我們可以從一件事當中 去發現兩個人之間的一個差異 有人說嫁入豪門深四海 有一次青芳姐她就說 台北所有的高級飯店 我們都吃過了 我們可不可以吃一些 比較簡單的 然後那時候宋老大 宋教父 她就說那要吃哪邊 他們就說我們去基隆的夜市 簡單的吃點東西好不好 她就說好 其實對青芳姐來說 她搞不好覺得說 每天都是這樣景日預行的 每天都是吃這麼好的東西 可能不是她心裡面最想要的 她一趟路是帶著她的老公 然後由司機帶著 他們就殺到了整個基隆夜市 吃兩個簡單的小東西 她就覺得很開心 那個時候還有被週刊給拍到 但是我們來看 真的每一個地方都留下了房子 我們剛才談論的聯合大禹 談論的外雙溪 再來看看大直的地景花園豪宅 之前大直的花園豪宅 據說他們近上手的時間點 大概是在110萬到130萬 現在都到了200萬左右了 所以很多人都在想說 台北的豪宅到底誰在買 各位 就是這些人在買 我們可能連一間廁所都買不到 但是他們就是一間一間的買 我認為最厲害的是香港潛水灣 就是之前我認為那個地方 就是所謂的一個 金絲雀進入黃金牢籠 那個地方就是所謂的黃金牢籠 很棒的房子 視野超好 可是他每天在那邊 他失去的自我 他曾經還接受訪談的過程當中 親方姐還說有一次他老公 就晚上可能比較忙 他就偷偷的 因為有朋友來 他就請司機載他去到 香港的市中心去喝兩杯 然後再回來 他就說這麼棒的房子 可是我喝一杯酒 要去走這麼久 各位就知道 雖然有這麼多的錢 有這麼好的鑽戒 有這麼好的房子 有這麼好的一個遊艇 但是心裡的自由 終究還是最重要的 感情著視驚飛 台北市的大巨蛋是 是鑿飛金氏嗎 台北市長柯文哲 五年前告訴大家 大巨蛋問題重重 五年後的現在 柯文哲幫大巨蛋來安全掛保證 要在八月的時候 就即將要復工了 到底是大巨蛋變了 還是柯文哲變了 休息片刻 馬上回來